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收听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截至到6月21号 全台接种AZ疫苗之后 不明原因猝死的 竟然已经超过了80例 那这个跟过去一年半 因为染疫身亡的超过500例 这当中其实已经是 六分之一七分之一 这样子高的比例了 接种死亡真的跟AZ无关吗 指挥中心目前是 透过了解剖来初步研判说 这个是跟慢性病史才有关系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韩国的经验 这个辉瑞这一种 mRNA的疫苗的副作用 这一种接种死亡的案例 看起来反而是高出AZ 更多倍的 那如果从安全性来说的话 高端有没有更适合 长辈来接种呢 日前高端的总经理 他回复CNN专访的时候 他回宣称说 有99.8%的受试者 他诱发了免疫反应 听众朋友 免疫反应跟保护力 是划等号的吗 陈时中部长6月11号的时候 指出我国是世界首例 要用免疫桥接法来取代三期 这种替代的疫苗做出来 会有效有保护力吗 在陈培哲院士退出并且担忧 专家会挡不住 总统已经说 即将要全面普打的这种压力 所以国产疫苗 到底可以如何来取信国人 我现在在电话线上 为各位争取到专访的专家 他是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 台大医院儿童感染科的主任医师 台大公卫学院流行病学 与预防医学研究所的特聘教授 他是黄立民院长 黄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其实 这个台湾目前的现象 跟欧洲 他们在普打的时候的血栓粒子 在时间点跟症状上 都不太相同 时间点欧洲的例子 是大概五天之后才会发作 症状上也过半都能够抢救回来 不是直接猝死 那指挥中心六月十八号的时候 有新闻稿指出说 部分案例解剖后 初步死因的研判 是心血管疾病跟慢性病史 请教院长 您怎么看这个初步死因的研判 或者说我们是从一个 比较建设性的角度 AZ的国际文献当中 所指出的副作用 有接踵猝死的可能原因吗 或者它的副作用大概是什么 其实疫苗的副作用 有两个是主要我们清楚的副作用 第一个副作用就是急性的过敏 那急性的过敏通常发生在疫苗 接种后30分钟以内 所以我们打完疫苗都必须要在医疗院所观察30分钟 那30分钟以后不发作的话 回家再产生急性过敏几率就极低 那像我们这一次很多死亡的个案都发生在四到六个小时之后 甚至隔天 是 隔一两天才发生死亡 这个跟这个急性过敏的这个 急性过敏期休克的这个时间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机会比较 这个机会很低 那第二个是免疫反应引起的副作用 那免疫反应引起的副作用呢 这个就像欧洲 其实目前观察到这个血栓 血栓症候群呢 目前发现确实是有某一些人体质比较特别 打完这个腺病毒载体疫苗之后呢 生理产生对血小板的抗体 那这抗体是什么 我们也把它找出来 可以验得出来 那这个大部分这个免疫反应需要时间 所以大部分是五六天以后 其实绝大部分是快接近两个礼拜才出现 因为这就是免疫反应需要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的我们目前发生的 刚好就在这两个时间点当中 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疫苗 严重的疫苗反应 不应该发生在打完疫苗 七八个小时以后 然后待到两三天之间 这个从以前今天看起来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要去厘清这些人的死因 那其实我是了解到说 是 有解剖 到目前为止至少是 就其实这解剖已经相当多例了 不过至少有三例是我了解的 三例有三个解剖案子里面 有两个案子 基本上检察官已经把这个 同意把这个资料给机关署了 了解 那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是冠状动脉阻塞 是 而且呢 他们阻塞的幅度还蛮大的 也就是说这两位呢 他们生前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 知不知道自己有冠状动脉的问题 可是呢 解剖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冠状动脉 已经严重阻塞了 那他们的直接死因应该是来自于 冠状动脉的阻塞 造成心脏缺氧 然后心脏衰竭 那我们其实我们了解到说 其实有不少人 在临床上有不少个案 他心肌梗塞以后呢 才自己才惊觉自己冠状动脉 已经塞了很多了 比如说有些人心肌梗塞 梗塞以后才去做血管摄影 才看他其实有两三条都塞住了 都已经阻塞得很厉害 只是刚好有一条特别塞就发病了 那这些人在没有发病之前 他其实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所以以目前来讲呢 目前因为第一批 其实台湾都是打85岁以上的老人 所以现在打了很多都是80几 甚至有90几岁了 那很多人都有慢性病 所以虽然目前资料还没有完整 不过看起来呢 其中有一部分呢 或者一大部分 其实就是刚好在他自然 就是他本身的疾病呢 让他造成他死亡 那这疫苗多少角色呢 其实是疫苗的角色应该是不高 或者是非常可忽略的啦 所以目前而且国外的经验 也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目前倾向于认为说 这些人的死亡跟疫苗 是不是直接相关的 嗯 了解 我想就是在这个就是疫苗传播的时代 从这个SARS 伊波拉 MERS 然后Zika 到现在COVID-19 我们社会大众 包含成为本人 都真的很希望 可以获得专家的见解 那我想要帮听众朋友问的是说 因为心血管疾病跟慢性病史 在现代医学治疗下呢 其实往往大家都觉得 还有长久和平共存的空间 当然除了刚刚您谈到这个心血管 比如说急性的这种心脏病 这个是除外的 其他很多慢性病都可以长久和平共存 所以说其实大众对于这个猝死案例 目前如果用这一种 就是心血管疾病跟慢性病 来做解释 而不是疫苗来做解释的话 稍微是不太容易接受的 所以我想请教黄院长的是说 是不是其实实证科学 他因为想讲求实证 所以他有他一定程度的限制 还是说其实指挥中心 除了公布目前这几起的 解释案例的这个相关性之外 或许他们能够有一个建设性的 更以招大性的做法的空间 其实我们要知道 疫苗产生负重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全世界已经发生非常多次 非常多次了 您说的是 所以先进国家其实有 做出一套系统来评估疫苗 跟这个负重之间的关系 是时序上的相关呢 还是是有因果上的相关 可是确实实证医学在这一块呢 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东西 因为一个人打完疫苗 隔天死亡 你说他跟疫苗没关了 就是从直觉上来讲 或者从一般的感觉上 一般民众的想法来讲 他们都会觉得说 你怎么那么有把握 所以我们目前 证据上最强的 最强的证据就是说 我有一群人打这个疫苗 你另外一群人不打这个疫苗 那这两群人是一模一样的 现实上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呢 这个疾病呢 在这两群人身上呢 其实他们的发生率是没有改变 打了疫苗这个疾病 发生率没有改变 那我们就说打这个疫苗 不会引起这个疾病 那如果说打完疫苗 这个疾病就变多了 那我们就说 这个打这个疫苗 跟这个疾病是有相关的 所以它是它的副作用 那可是呢 并不是每一个状况呢 都能够用这个方法 因为做这种研究呢 其实费时费力 而且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呢 所以这种方面的研究结果呢 并不是每一种情况 你都可以马上找一个研究来对 所以我 可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做过的研究里面呢 只有去做的呢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它跟疫苗有没有相关了 那所以现在机关署 他们可以做的 其实他们也在做 就是说第一个 我去比较说 这些老人家 他如果不打疫苗 他每个月有多少人会死亡 OK 自然死亡 每个月有 对 自然死亡 因为他都没有打疫苗 就不可能是疫苗相关的 那每个月有多少人死亡 那现在打的疫苗呢 每个月有多少人死亡 然后这两个数字看起来 其实没什么改变 那你就说 似乎不见得是疫苗引起的 了解 那另外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我去跟外国比 外国因为英国啦 韩国啦 他们都打很多AG疫苗了 是的 那他们也打 也有人打完死亡 然后看他们死亡的时间 跟这个发生的数目 跟我们台湾打疫苗 是不是差不多 那这个其实初步也比较过了 那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了解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目前看到的数字 跟国外比起来 其实没有差很多 那也跟自然死亡 也没有脱离 偏离自然死亡的 这种数字范围啦 所以 而且学理上又没什么好的解释 说为什么打疫苗 会让你死掉 因为打疫苗会让你死掉 总是要有个原因 不是这样随随便便 人就会死掉的 所以 所以目前 从这些证据综合来判断呢 目前 疫苗跟这个死亡的直接关系 就是连不太起来啦 理解 您刚刚谈到 就是说 跟这个国际来比较 我想这几天大概 大家最疯传的一个讯息 其实 就是在关心 这个企业将购买 并且军政政府 达到大概 一千万剂的 辉瑞BNT疫苗 那我们看到了 就是媒体开始在揭露说 我们跟 和我们的情况 最相近的韩国来比较 相近的意思是说 他们大概 在过去的 这个一千多万例的 这个接种当中呢 达到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接种AZ 达到百分之二十四的人 是接种辉瑞 所以是AZ为主 然后那个 辉瑞为辅 这个跟台湾未来 是很有可能相似的 可是接种的猝死案 却是辉瑞高出了 AZ的达到两倍 我刚刚听 黄院长所说 其实这样子的比较法 也算是 某种程度算是符合专业 能够对民众 确实有点参考价值 不过我还是想要帮民众询问说 辉瑞的国际文献 当中所指出的副作用 大多是什么 辉瑞它是RNA疫苗 它的特点就是 它会引起很好的免疫反应 可是引起很好的免疫反应 通常伴随来就是 人的不舒服也会比较明显 因为你的免疫系统 就会比较旺盛的在那边运作 所以辉瑞这个疫苗的副作用 最主要就是 第一个就是 它有比较高比率的发烧 局部疼痛 甚至会肿大 肿得很大 然后全身卷带 这些都是有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辉瑞疫苗 它也有一部分的急性过敏 急性过敏性休克 目前是每百万分之四到五 这是美国整个把它算出来了 那如果没有急性过敏性休克 那大概30分钟之内发生的 那再来就是你会发生发烧 头痛得很厉害 全身痛得不得了 或是肿起来 那这些也比例 也是有一定的比例 可是这些基本上都是短暂的 所以目前辉瑞疫苗被认为是 我们可以拿到的疫苗里面 排名前几名的 因为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的 相对指来讲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疫苗 是是 因此您刚刚谈到说 因为辉瑞它的分子的根本是 mRNA 听众朋友 这个跟我们最近这几日 今日20号的时候 要抵台的莫德纳疫苗 它们其实是同样的 都是mRNA的疫苗 所以因此 莫德纳它的副作用 也大抵是像您刚刚所说到的 辉瑞这样 对吧 这两家疫苗的副作用是很类似的 它们都是 它们的特点就是 它们的抗体很高 保护力都是9成4到9成5 可是你付出的代价就是 你打针以后那几天 你会不舒服 你的不舒服会打 比打别的疫苗更明显 可是这个不舒服呢 通常没有到不舒服 到底必须去住院 或受不了 大部分是二级左右的不舒服 所以打过人 其实大部分还是可以忍受 然后请教您 就是mRNA的疫苗 会引发部分的心肌炎的这种反应 所以您也会建议 可能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对这款疫苗要慎重的考虑 要不要接种吗 现在它什么引起心肌炎 还不是非常清楚 到底是不是它引起的 现在也不是绝对明确 危险因此也不明确 所以目前是还没有什么建议 所以哪些人一定要避免 了解 好的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 这个搏击接轨的议题 陈伟会从一个 对大部分的人 都是相当有建设性的 那其实还是疫苗最重要的 安全性以及保护力 这两件事情来请教黄院长 听众朋友 我们要有一个 这个基本的认识 目前我国要通过高端EUA 所采用的叫做免疫桥接 来取代所谓的第三期 传统试验 万人试验的这个 虽然我们可以看见 陈建仁前副总统背书这种方法 但是陈时中指挥官 在6月11号的时候也坦言 国际间只有台湾首创 用免疫桥接法来取代三期试验 而且5月底的时候 美国的FDA也确实已经 回还我国了 就说现阶段不承认 免疫桥接的做法 听众朋友您现在去看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官网 就可以理解到 在美国他们免疫桥接只给 已经得到了EUA的疫苗 也就是说这些疫苗 他们是在针对变种病毒 做第二代增强版的研发的时候 因此美国的FDA是规定 你必须是同一厂牌 同一技术 同一药厂的生产流程 可是现在高端不是AZ的第二代 国际间确实对这个免疫桥接 疗法持保守的态度 黄院长这主要还是 顾虑哪些层面的风险 免疫桥接法最主要就是说 他怕他没有办法保证说 你免疫桥接通过的疫苗 其实保护力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 OK 因为我们桥接法是这样子 我现在跟AZ比的话呢 假设我跟AZ比 那我的结论是 我的免疫反应跟AZ差不多 那我就假设我的保护效率 跟AZ差不多 那AZ的保护效果大概就七成 那我就说我的疫苗 大概也有七成 那大家就担心说 这听起来合理 可是事实上是否如此 大家就很怕说 事实上不是如此 比如说你其实搞了半天 你其实只有五成的保护力 或是四成多的保护力 那结果我就让你全面打下去 那很多民众还是会感染 那对我这国家的防疫 的效果还是没有那么好 那我这国家本来就应该 继续花很多点去买AZ的 可是我现在就可能 花一步的钱来买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其实效果没那么好 所以大家比较担心 就是这个测试这个保护效果的 这种所谓的桥接法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 真实的保护效果 因为真实的保护效果 其实只有这个第三级 才是比较明确的嘛 了解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三级 就是越来越困难 第一个第三级一定要有流行的地方 才能做 第一点 第二点呢 第三级你现在去做临床试验 你也不能叫有一组人 打食言水当对照组 因为这已经不符合医学伦理 理解 医学伦理是有人 有人的话我就要帮他打疫苗 这部医学伦理是这个样子 我不能故意让这个人不打疫苗 暴露在风险之下 这是医学伦理目前也是不太符合 所以现在做三级的临床试验 传统的三级临床试验 就变成困难度相当高 而且又花很多时间 所以所谓的EUA就是紧急授权使用 紧急授权使用 其实每个国家都可以定自己的规定了 是的 因为紧急授权使用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有些国家像美国 根本就不需要紧急授权 他就要取消紧急授权了 因为他已经有三四支疫苗 他都拿到许可证了 他都准备给他许可证 而且疫苗的估计量非常充足 所以美国他觉得 他没有紧急授权的必要了 可是可能在中度开发的国家 或者在比较亚洲 或者是南美中南美 这些国家他们可能 他们可能没办法拿到那么多的疫苗 那么或者那疫苗 对他们讲是比较贵的 他们就会有诱因 想要紧急授权去取得别的疫苗 那台湾目前变离状况 就是台湾至少到前一阵子为止 台湾的疫苗还是不容易拿到手 再加上台湾希望将来本土 能够有制造疫苗的产能 所以台湾希望能够 说实在也是希望 扶持国内的疫苗厂商 所以台湾就自己定一个 紧急授权的办法 其实台湾政府的职权 全世界也没一个政府会说 你不可以这样定的 只是你定出来以后 人家承不承认你定的方法 好不好和不合理而已 你将来确实可以在台湾 假设你通过了 可是你出国人家承不承认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件 因为疫情发展的太快了 所以其实目前的免疫缴解法 坚决反 也不是说坚决反 目前不接受的 也就是美国是最坚决的 了解 欧盟跟其他国家 他们其实还在想说 其实也不见得要那么坚决反 因为这个将来势必要这样做的 了解 是 同样是这个保护力 因为听众朋友 这就是疫苗 我们去接种最大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这阵子 其实也常听到 另外一种临床试验法 叫做head to head 就是头对头对比式 这个方法会不会比免疫缴解法 可能更好一点呢 然后这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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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对头的意思就是说 我拿我的疫苗 跟一个目前市面上 已经被同意上市的疫苗 或者大家公认 这是一个有效的疫苗 来做一个对比的 一个临床试验 那其实免疫缴解法 也是一种投对头 理解了 比如说我把台湾的民众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去打高招疫苗 假设是我们现在讲高招 另外一部分打AD疫苗 然后这两群人都给他抽血 然后比较他们的抗体高不高 是不是一样高 如果抗体都一样高 我觉得说 应该不交代保肖的也会差不多 其实免疫桥接法 也是头对头 那另外一种投对头呢 是我到 比如说我到印度 因为印度还有很多病人 对不对 我就到印度去 然后我就收着两万个病人 一万个打AD 一万个打高端 然后看两组人 说发病的人数是不是差不多 我可以算出一个保护效果出来 那如果两个效果差不多 那我就说 这两个疫苗一样好 这是头对头 所以头对头本身只是说 我用两个疫苗同时来比较 而不是跟对照组来比较 对照组是不打疫苗 是答案未记得 所以头对头就是说 我两组都打疫苗 那免疫桥接法本来就是头对头 因为用头对头怎么做免疫桥接呢 因为免疫桥接就是要两个疫苗 直接去对比 看它的免疫反应 所以头对头只是一个 告诉你这个实验怎么做的 那不管你是直接去做保护效果 到有高发病国家去做保护效果呢 或者你在没有发病的国家 做免疫直接抽血 看抗体就好了 你还是都头对头的 了解 听众朋友 因为最近的这个接种后 不明原因猝死的案件很多 所以我还是要来询问这个安全性的议题 传统的三期试验是达到万人 因此追踪风险小到所谓万分之一 但是高端的扩大二期已经发生 已经试验的这扩大二期是将近四千人 所以只追踪到千分之一 这种千分之一的试验来跟万分之一的试验比 仍有一些专家说副作用比国际大厂低 您对这种说法的见解 他所谓副作用比国际大厂低 指的是那种 已经明明知道这个是百分之一左右的副作用 他这种副作用他可以比 因为他已经做四千个 他来比就还算是有根据 因为你做两万个 如果你现在实际上是百分之一左右的副作用 你大概做到千个以上 应该已经可以来比了 因为他说他的发烧比人家低 这个是可以的 可是呢 当然他的问题就是他只做四千个 万一有个副作用是万分之一的 或是五万分之一 他可能看不到 因为他那种试验说的没那么多 所以EUA其实是说 我们认为他大致上已经是安全了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紧急授权使用 可是他并没有得到正式的许可证 他还是要另外去补数据 我才给你正式的许可证 那补数据其中一个最重要 还是要补安全性 你就是将来打你高端 假设打你这个疫苗的人 你要必须给我收集安全性 给我看 因为你现在打下去 你可能就会有几千个几万个人的数据 对不对 至少你安全性 你要给我收回来给我看 然后你只要这个时间慢慢累积 你的安全性资料就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疫苗 从以前打到现在 打了20年的疫苗 他其实都一直在收安全性的资料 有些疫苗已经有好几亿个人的安全性资料了 他刚上市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本来EUA之后 你还是得收集安全性的资料 只要有任何一些疑虑 可能你就会被叫停了 并不是就给你卖了 因为这个也不是正式的许可证 正式的许可证还要再重新再省一次的 了解 因为许多人都有一个基本的 对于高端疫苗的认识 就是说蛋白质次单元 它是一个相对本来就副作用小的一种疫苗 所以说我还是要帮这个新冠重症高风险群 也就是65岁以上有慢性疾病的长辈 来请教黄院长 这种高端疫苗 因为它的特性真的有比较适合 长者来接种吗 如果你今天对于打完疫苗 两三天以后的一些比较不舒服 非常的介意的话 其实蛋白疫苗确实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因为蛋白疫苗 它打一个蛋白质跟一个左地进去 它成分相当单纯 那打的量也不是太高 所以引起的免疫反应 是一个中等的温和的免疫反应 所以大部分人打蛋白疫苗 其实大部分都觉得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其实你现在比较强的 不管是先病毒载体 那些进去免疫反应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打完疫苗那两三天 你是比较有感的 很多人都是觉得发冷 有点热热的全身不舒服 连续持续一两天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经验 那你打高端疫苗 这方面的不舒服的经验 一定会降低的 就是因为疫苗本身的设计就是不一样 了解 我刚刚问这个问题的一个 关键的这个前提是因为 目前这个高端的扩大二期 它收案65岁以上的长者呢 其实占了它全部的 4000名的受试者当中的五分之一 可是呢 食药署接下来要给予高端EUA的关键指标 是看它的保护力 透过免疫桥接法 只看65岁以下的成年受试者 所以这个食药署的EUA的这个设计 会不会到时候对长者的这个关切 是比较少的 你这样讲也对也不对了 其实我们要知道 所谓免疫桥接 我们只是要证明说 这两个疫苗是类似的 它们的表现是差不多一样好的 所以呢 所以我们可以选 任何一个族群来比较 我可以选60岁到80岁 我可以选20岁到60岁的 那我比出来我就告诉你说 OK我在20岁到60岁这一群呢 我们的表现是差不多一样好的 所以这两个疫苗真的非常的像 在至少将来打下去 可能免疫效果 保护效果不会差太多 当然我可能没有比较60岁以上的 那可是如果说就这两个疫苗 就这个免疫桥接法本身的精髓来讲 它是没有说你一定要每个年龄层都做的 那如果这样你就得有从零岁到100岁 那这样你可能要做更多的人 对不对 你这样每个年龄层都给我做的 我才承认你是免疫桥接的话 那这个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他就上市了他求及时性的这个原意 了解了 对对对 免疫桥接法是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族群 你先告诉我他们两个真的表现一样好 那其他族群你要给我补资料 这是没有错的 那将来还要是补资料的 所以当时免疫桥接 只是一个临时紧急许可 紧急许可跟给发证照是完全是两回事的 了解 好的听众朋友 施药署他审查高端的重点就是 用免疫桥接的结果来取代传统第三期 那这个结果呢 预计本月底中研院才会分析出来 好 不过我们看到这几天 其实新闻报道一直在谈到的就是 这个高端的总经理陈灿坚 他接受CNN的专访的时候 有谈到说 CNN记者就问他说 这个保护力是未知 那他就回答说 99.8%的受试者有诱发了免疫反应 免疫反应免疫反应 这件事大家很关心 免疫反应也好 免疫生成性也好 这个东西就等同疫苗保护力吗 这个当然是不等同疫苗保护力 免疫反应呢 是一个最基本的 免疫反应就是说 我的疫苗打进来 我的免疫系统开始有对它产生反应 我对它产生抗体 同时我的T细胞也开始运作了 我的T细胞也开始出来要做事了 要来把这个病毒清干净了 可是关键在于说 因为我们现在看抗体 现在大家的问题是 抗体多高有保护力 并不是每个人产生抗体都有保护力 有限制产生因为我们叫稀释倍数 有限制产生1比4 有限制产生1比256 有限制产生2千2、3千 那这三个人难道他们的保护力是一样吗 当然是不一样 产生抗体越高的人保护力是越好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抗体高于什么地方就叫保护力 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困扰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不用做 理议瞧解我们直接去测抗体就好了 超过这个值就是有保护力的 所以没有错就是目前高端的问题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我的保护力确定是多少 因为我没有做三级 那民意桥接法的目的就是 民意桥接法其实就告诉你说 OK你通过这个民意桥接 所以你的保护力跟AZ不会差太多 就这句话 那问题是不会差太多 这句话其实是有点空间的 AZ假认是70对不对 那你可能是65 你可能是60 你可能是55 你可能是75 你可能是75 80 可是我们都认为你跟他差不多 那因为我们要记住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同意一个疫苗 超过百分之50 我想百分之50 所以如果我们做出来说 你跟AZ差不多 那你总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在百分之50以上 那这样紧急接力用 你还可以的 那你继续再给我新的数据 然后过了三个月 我紧急状态消除了 我的疫苗过了 你就没有许可证了 你就一定要还是要重新申请了 所以所以他意思是这样 了解 听众朋友 这个食药署他的指标里面 和AZ区相比的血清中和抗体值 那他有说这个值要到什么程度 才叫达标呢 一种是看原型株活病毒 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效价的比值 另外一种是血清反应率 好我想要先请教黄院长的是说 这个原型株是指说武汉原病毒吗 因为现在世界在流行的早就不是这个了 对这个原型株指的是武汉原病毒 不过大家还是要回到这个 免疫条就比它这两个疫苗表现是一样 取一个年龄层取一个病毒株来做对照就好了 那不然的话呢 你当然可以说OK 你没有吃南非株啊 你没有吃印度株啊 你怎么知道你的高端对南非株有没有效 印度株有没有效呢 可是他的问题你也可以问AZ啊 AZ那你要再测南非株印度株我才给你许可证吗 你的许可证我已经给你了啊 你既然对南非株没效你还是有许可证啊 你对印度株没效你还是有许可证啊 免疫条就把的精髓是这两个疫苗 是不是很类似 表现的是不是很类似 那你不太可能叫他取100个病毒株来比较 理解了 你就才是取一个病毒株 大家可以接受雕指的病毒株来比较就好了 了解了解 那您认为食药署公布的这一个这两大达标的这个数值这个指标 您觉得它去证明有保护力还算是关键的一个指标吗 这两个指标是我们目前能够用的找得到里面算是比较符合学理 然后理解了 也有一段时间疫苗 整个疫苗在比较都是这样比较的 所以以前的例子告诉我们这样比较下去 大致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了解 在那个6月10号高端他们解盲的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大部分的媒体的标题都出现了这几个名词 包含了血清氧转率 中和抗体的几何平均效价 GMT倍率比值 这个对安全性或者保护力有效性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全部在讲保护力了 这个不是讲安全性 安全性它其实也有报啦 不过这几个就告诉你 第一个 我这么多个人打下去呢 他们的平均抗体是多高 那平均抗体呢 他们是600多嘛 那就代表你把它的血清稀释600多倍呢 它还可以中和掉这个病毒 那这是所以他们告诉你 他们的抗体的效价大概600多 那这个600多从观看这个数字呢 是中等啦 就是也不是好的不得了 可是也不是很差啦 就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他们所有的血清氧转率 就是有多人从没有抗体变成有抗体 那可是这个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 有抗产生抗体抗体是多高 所以最重要是要看那个几何平均值 几何平均值600多那个是关键数值 那再来跟AZ比 居然是在比这个 了解 好 听众朋友 我现在在电话线上为各位专访到的权威 他是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 台大医院儿童感染科的主任医师 台大公卫学院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的特聘教授 黄利明院长 我们接下来来关心 在这个6月18号的时候 WHO的专家才示警说 Delta印度的变种株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的病毒株 而它的传染力是更猛烈的 那英国的卫生单位在6月14号的时候 也发布了最新报告说 英国所有感染Delta变种死亡的病例中 竟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 已经打过了两剂疫苗 换句话说应该是已经某种程度 有一个蛮好的疫苗的保护力了 那我国的指挥中心6月15号也有指出说 我国确实也出现了Delta的变种病毒株 依高端疫苗它持续的研发方向 您的见解是说 它可以朝向加强版第三针 也就是听众朋友不只传统两针 还打了第三针的这种加强版 还是说它应该朝向一种广效型 病毒在变 疫苗也都还有用 其实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试 可是到底有没有想你 就打下去抽血来验 看你的抗疫能不能综合掉Delta病毒 只有看这个结果才是可靠的 才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那不过呢 其实标准的做法是因为现在Delta株说Delta株是印度株嘛 印度株现在变成主流了 那我的疫苗呢 我就要更改我的疫苗设计去 让我的疫苗跟印度株很像 那我产生了免疫力才能去对抗印度株 这是最标准的做法 可是这个需要时间 因为你要改变你的疫苗设计 你可能需要半年 要重新做一批疫苗出来 可能又需要半年 这需要时间 所以打第三针 这种东西是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新的疫苗 还没有出来 看能不能买个时间 让大家增加一点保护力 这个有没有效 只有做了试验才知道 那高中的疫苗 打第三针 能不能对Delta效果好一点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只有做了才清楚 了解 别的国家像RNA疫苗 它就是赶快去做新的RNA了 去对抗Delta株的RNA 它把它RNA改变 然后序列跟Delta株很像 然后想要用这样做一个疫苗 对抗Delta株 那至于广效是我们追求 可是广效是非常困难 你病毒变来变去 你要是有办法做广效的话 你早就得诺贝尔奖了 黄院长在跟我们谈到的 其实是中肯话 那仍然帮听众朋友您询问 这个因为高端 他去进行免疫桥接法 比较的是AZ疫苗 AZ疫苗在国际的已知文献上面 对于英国变种株 印度变种株 它的保护力大约多少 AZ疫苗对英国变种株 是有效的 这个不用太担心 了解 AZ疫苗对南非病毒株效果不好 这个也清楚了 可是南非病毒株现在不是主流 现在病毒株是印度的Delta的病毒 那AZ疫苗对最早的印度变种病毒 最早的印度变种病毒 其实是还有不错的效果的 可是比较新的Delta株呢 已经开始在脱离AZ疫苗的掌控了 所以有一些文献告诉我们 新的Delta株呢 对AZ疫苗效果也不像以前那么好的 以前可能是70% 人家可能要打个七折了 那如果这样是真的 你可能就到49%了 其实从W2的观点来讲 你就不见得是一个 对Delta病毒株可能不见得是一个 及格的疫苗了 所以 可是呢 我们目前只知道这样子 因为Delta株还是相当的新 每个疫苗对它的保护力 还是在分析当中 了解 所以高端透过免疫桥接法 我们也可以去合理的推论 高端对于Alpha或Delta的变种株的保护力 你可以猜测啦 不过这个其实要做实验室 我们可以猜测说 高端这个疫苗呢 对英国株可能会有效 因为英国株本来就有效 AZ这一段也有效 那高端疫苗对Delta株呢 就是所谓印度株 可能效果也会打一点折扣 就跟AZ一样的 因为它高端疫苗 是用比较早期的 武汉株的序列 做出来的一个病毒的疫苗 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啦 可是都需要实验来证实 好的 我最后一个议题 请教黄院长 为了取信国人 其实在陈培哲院 是退出了食药署的 审查委员会之后 然后并且他有指明说 他就是忧虑 在总统和苏院长都预告要普打 那专家恐怕会顶不住 这样子来自最高位阶的行政压力 所以为了取信国人 很多人对于目前食药署的作业 会担心所谓的专家黑箱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有没有欧美先进国家的 医药品审查的国际经验 可以更取信大众 有没有值得取经的哪一国的经验 目前全世界最严谨的 其实就是美国 美国在审EUA的时候 它是公开的 你可以线上看得见 而且它也会出一个 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其他国家就不见得了 那台湾要不要选美国 当然是可以考虑 不过其实大家要了解 台湾这次的EUA 其实台湾的条件 是已经在高端还没有结果 还没有开进 而且台湾的条件 已经射出来了 经过委员会同意了 已经是食药署也公布了 那这个标准是 就一行一行写的 今天是白纸黑字 今天其实不用再开委员会 只要把出记一对 就这样也没有过了 所以这委员对这个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力了 所以当然也不至于说 明明没有过呢 可能用开委员会把它拿过 因为文字是死的 它就必须到达这个标准 它才能过啊 除了它去改数据嘛 它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不能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当然是不希望 有太多的干扰 可是呢 以目前来讲 已经做到尽量是客观的了 了解 如果有人对于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认为数据 有没有可能被篡改 黄院长 这个在我国的 目前的这个实验伦理里面 这样可能性应该很低吧 应该很低啊 这个我们目前台湾的 临床试验呢 其实跟国际是同步的 我们也受到很多次的 国际组织来审查过了 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 通过国际组织的审查 代表我们的临床试验 在每个环境上呢 目前都是跟国际同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 其实非常低 好的 今天 会客室里面非常感谢 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 黄立民医师 黄院长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黄院长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作为公益媒体 我们也陷入了两难 面对接种 我们到底应该是鼓励 还是警示呢 因为对于高龄长辈而言 他们既然是染疫死亡 同时也是疫苗接种后 不明原因猝死的高风险群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 让科学讲话 但无论如何 疫苗的选择 都不应该只有公费 不得选择的这样的唯一选项 而应该是自费 让大部分的民众 可以依照自己的临层和体况 做出选择 这才是民主社会中的政府 把生命的选择权 还给每一个人的政办 听众朋友 您觉得呢 我是陈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